如果將夢想作為信仰 不放棄地追求下去 最終一定會夢想成真 在競技世界中 很多人都認為黃種人體格上的限制下 亞洲國家要拿到世界盃是癡人說夢 或者這是合乎常理的說法 但才能是有極限 努力是沒有極限 即使可能一輩子都超越不了 即使是這樣 他們都要繼續挑戰 堅持戰鬥 這就是日本人選擇的路徑 從多哈悲劇到上屆歷戰 歐洲紅窩的黃金一代 勇於犯錯吸收寶貴的經驗 認真的態度 長遠的目光 都令他們在這30年內進步神速 並且已經成為世界盃的常客 從中田英壽中村進步 鄉村鎮事到現在的南野拓實 三占分 產出大量在歐洲效力的球星 他們距離目標越來越近 到底他們在這30年經歷了什麼呢? 今天讓我們看看小杯戰技的第一集 東洋藍武士 日本隊 大家好 我是Ryan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都市傳說 以前的香港隊連日本隊都不害怕 好像以前的日本足球其實都不是很厲害 又或者香港隊當時真的很厲害 我們假設一下這個論調 假如是成立的話 為什麼現在日本能夠擠身到世界頂尖 而中國隊和香港隊就大幅落後呢? 先搞清楚我無意踩低香港足球 但是當你要去進步的話 首先你要學會反省 你要向發展更好更強的人學習 其實他們可能沒有說錯 1900年至1990年的時候 日本足球的發展並不蓬佩 雖然在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 日本足球曾經揚威海外奪得貴軍 但始終都只不過是激起了一時的同仇的蓋 而不是長遠對足球的熱情 當時的日本人更傾向於棒球 甲子圓的熱血 都是日本動漫普遍的題材 在遠東運動會中 他們七次對著中國 六敗一和 完全被人嚇著 那麼日本足球的風氣到底是怎樣形成的呢? 很多時候偉大計劃的開始 不一定是要一些瘋狂的想法 雲大的志願 反而最能夠打動人心的偶然 有時就能夠造就傳奇故事的開始 這個音樂你們都知道象徵著什麼了 這下哨子聲吹向了沉睡的日本足球 1981年日本漫畫家高橋陽一聲 寫出了日本足球的聖經 不可能這個更加像是日本足球的十屆 畢竟他所頒下的理念 日後榮揚世界 他在看完1978年的世界盃之後 深深地愛上了足球 一句足球是我的朋友 將這位朋友介紹給全世界 在國內不是球迷的鍾田英秀 因為這套動畫而氣棒重足 日後傳到國外更加是明揚天下 日本少年都開始紛紛發覺足球的美妙 全部都在學習衝力射球提刀射球 所有人都希望成為大智慧 這亦都令日本出現了很多出色的中場球員 由此可見足球小將對於日本的影響 高橋陽一用畫筆繪畫出他對足球的熱情 足球的魅力再加上動漫的熱血 全部混合在一起之後 就成為了改變日本足球的抗勢舉作 誰說小創作不能夠帶來大效果 一套動漫打開了日本足球的罪章 日本正式踏入了他們的足球軌道 人生有些事你不揭力去做 你永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出色 日本人民對足球的希望聚集成為光 在1992年的日本港島燃亮了希望 日本以東道主的身份第二次參加亞洲杯 其實國內的民眾對他們並沒有太大的期望 不過勇敢面對困難才能夠挑戰強敵 戴智偉有盧比杜叔叔 日本都有巴西朋友的協助 自從上世紀巴西和日本兩地都有不少交流和移民 所以巴西足球一直都是日本仿效的對象 而今次亞洲杯著起10號球衣的拉莫斯流位 正是早年來到日本賺錢的巴西球員 他的森巴個人技術在日本甚至亞洲都可以超級 所以他在1988年入籍後 1990年都順利成章地代表日本隊 1992年的亞洲杯正正就是日本足球的開始 這位巴西人穿起藍色球衣成為核心 為當年還年輕的長青樹三浦之良 日本傳奇射手中山雅斯穿針引線 日本勢要打破西亞壟斷的亞洲球壇 只可惜頭兩場比賽面對亞聯酋和北韓都未能敲響勝鼓 為出線留下了陰影 最後一場比賽對著亞洲一哥伊朗非誠不可 日本不停發起進攻氣勢凌厲 但始終都無法把球放入望 付出的努力和出線的希望好像都付諸流水 直到87分鐘英雄誕生了 當年只有25歲的三浦之良把握 伊朗不集中的機會快步跟上右腳狂抽 成功在87分鐘絕殺對手 點燃起了日本球迷對日本隊的熱情 最終他們氣勢如紅達成奇蹟 決賽打敗了沙特阿拉伯 在得到了在場6萬名球迷的見證下 舉國寬騰登上亞洲冠軍的寶座 這個冠軍也意味著日本足球黃金時代的到來 機不可失足球氣氛開始濃厚 他們亦承著這個冠軍做改革 1993年日本職業聯賽正式成立 在經歷過亞洲盃的成功之後 他們當然起滿一鼓作氣 以晉身世界盃作為目標 94年世界盃外圍賽正正就是他們的頭號目標 最後一輪小組賽 他們在多哈面對著伊拉克非誠不可 日本國內雖然與多哈有6小時的時差 但是深夜的情況下街道仍然佈滿人 全國更加獲得了48%的收視率 他們深夜都不願意睡覺的原因 無非是希望等待日本殺入世界盃 日本球員當然也知道國民的期望 國王三蒲之良在面對北韓之後 再次在世界盃外圍賽見宮 盡顯門前觸覺先拔頭籌 之後雖然追平 但拉莫斯留偉的直線 中山雅斯及時講到冷靜鬆入 看著拉莫斯留偉興奮若狂 距離世界盃門票 日本只有一步之躍 日本中山雅斯佑 日本最大会のラッキーボー 中山雅斯之二 日本後再次2対1と迫都 日本中山雅斯 日本赤都不可 日本勝手 日本も勝手 身上仙蘇刺激了他們的表現,雖然他們早已疲累不堪,但他知道他們還在咬這一口氣。 可惜,在勝券在握之時,無欲無求的伊拉克將他們從天堂打落地獄。 伊拉克球員利用假身落底傳中,日本球員太累了,根本跟不上腳步。 中間接應的隊友巧妙地同頭一搖,龍門只能看著球入網,最後的30秒一切都結束了。 原場雞吹起,拉莫斯留位淚流滿面,攤倒在地,市面亦從熱情膏漲變成一片死直。 不過死直和絕望只維持了一陣,因為這並不是終點。 失敗並不可恥,他們已經拼盡全力,一盆冷水照頭淋,但並沒有淋色足球之火。 如果不想輸給其他人,首先要認清自己的弱小, 隨即而例的就是日本的百年計劃。 他們的目標是要創造一個可持續的聯賽,最終目標是在2092年獲得世界盃。 雖然百年計劃在96年才正式開始出爐,但在93年日積聯賽推行的時候,他們的外援組已經不是密密無民的巴西人。 他們請來了巴西名將薛高和鄧家,86年的世界盃神社首年尼加,這些踏入球員黃昏時期的頂級名將, 仍然足以去提高整個聯賽的競爭力。 除此之外,在管理上他們也不為餘力,他們要被現代足球的知識流入日本。 所以未來的兵工廠教授雲家其實都被吸引東來,可見日本足球當時到底有多野心勃勃人才鼎盛。 深島寬火、明波浩、前沿真盛和後來的中田英秀高原直態,陸陸續續也開始成為日本的新勝。 1996年成功申辦02年世界盃,再加上8年計劃,不是如虎添翼嗎? 不過發展足球哪會那麼順利呢? 1997年金融海嘯打到亞洲,挫折就變得更加嚴重了。 日本經濟衰退,日積出現危機。 讀賣新聞、騰和不動產等企業設資導致多間球域出現經營困難需要合組, 例如還賓飛翼和還賓水修合組等等。 這個也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走過黎明前的黑暗,陽光慢慢出現, 動日初升了。 目前未來還未有定數, 現在我們只能朝著各自所追求的現實,繼續前進。 隨著日本足球越來越多的發展, 他們在各個不同的年齡層都開始抬起頭來。 一群在奧運會創下賣物奇蹟, 打敗擁有朗拿道巴西隊, 以中田英秀為主的日本新星已經若若肉視急不及待。 他們不想等待02年參加世界杯要拿著直入門票才能參賽。 94年的遺憾就由這些年輕人補償。 但如果那麼容易便沒有氣劇性。 在接連失利後, 江田武士接任教練一職, 帶起了這個青春風暴。 日本不能夠再踢慢吞吞的足球了。 中田英秀成為了日本足球的核心。 這次沒有了拉莫斯, 但就有另一位巴西入籍兵, 呂比衰。 連續對烏茲別克和阿聯酋入球, 在客南巷的時候, 名將名波號又能夠閃電開記錄, 成功打破對手主場的不敗之身。 但最終扭轉翼鋒成功將懸念帶到最後一場。 1997年11月16日的這個晚上, 他們去到馬來西亞的中立場。 他們的對手和四年前一樣, 同樣來自西亞。 不過這次不是以拉克, 而是伊朗。 大批日本球迷乘飛機到場, 而中田英秀就成為了這場日本足球歷史最重要比賽的主角。 一刀入魂, 滑破對手的防線, 助攻中山雅士, 左腳射入。 但單倫個人能力的話, 伊朗球員的速度和體格都是略勝一籌。 日本隊很快就被追平了。 中山雅士入球之後再被追平, 難道這次和四年前會得到一個同樣的結局? 真正的比賽現在才開始。 這個時候, 江田武士按耐不住決定豪賭, 換走國王三寶子娘和中山雅士, 換入兩位年輕的速度型前鋒, 務求以體力壓破對手。 成章義呂比衰入堤, 效果立剛見影。 中田英秀助攻成章義, 硬件戰略調動得宜, 有見及此江田武士再次加注。 加時將惹人, 江野亞恆調入場內, 務求用活力打敗對手。 結果江野亞恆不惜氣力的跑動, 真是被他把握到機會。 中田英秀的秒射對方門將脫手, 惹人保重成功, 在馬來西亞絕殺伊朗, 歷史性打入世界盃正賽走出陰影。 日本足球的歷史再次擦身, 在經歷過多蝦悲劇的苦劫之後, 這場勝利變得特別甜美, 人們不會再記得多蝦悲劇, 只會記得新生之起。 這場勝利為日本足球寫下了理程碑。 年輕的日本國腳, 由於動的初升, 九八年世界盃, 日本旗幟高高揚起, 唯獨謙缺的是國王的身影。 江田武士既然決定以活力行先, 那三浦之良成為犧牲品就不意外了。 他們要展現的是大和民族的氣魄, 踢出毫無保留的足球。 結果不出所料, 三戰皆不。 但如果首次世界盃因為成績而畏首畏味, 也未免太浪費這個難能可貴的舞台。 他們沒有退後到, 主動進攻, 就像他們的師傅巴西一樣, 對著勁女的阿根廷和克羅地亞都打得有來有回, 並不是一味死手。 最終他們輸的原因, 都只不過是因為被戰神巴迪斯奴達和名將蘇加射破, 撕破, 而最後那場對著同組最弱的顏買家。 日本隊更能夠主導形勢, 偏偏未能夠更進一步, 反而被對手兩次動穿大門, 坑而最後他們都能夠做到寧的突破, 這個入球也是來自他們的同心協力。 成章而接應傳宗, 無私地點橫, 造就了中山瓦斯成為日本勢杯入球第一人。 這個本來值得高興的時刻, 但他們就馬上撿起那個球跑回中圈, 因為他們想要的不是入球, 而是勝利。 可惜最終都是事與願為, 悔慶的淚水落在他們的臉上, 但吸收的經驗就成為了未來的養分。 就是這樣, 日本結束了他們第一個世界杯決賽奏。 經歷過九百世界杯之後, 日本在清分上也得到了成績。 1999年世清杯的晉級過程, 打敗英格蘭葡萄牙得到亞軍, 00年確立了東亞一哥的地位。 8年之後再次捧起亞洲杯, 亞洲已經不能夠填滿日本人的胃口。 他們為了這個世界杯已經做足了萬全的準備。 為了避免在國民面前出醜, 他們請來了法國籍的教練杜斯亞。 他亦成功發揮日本球員的技術長處。 或者他們排面上不是最強, 不過都絕對不能讓自己的國家失禮。 由鍾田英壽、小野新義、 杜本潤一加上三刀主的協助下打出了漂亮足球。 從第一場比賽, 他們已經突破了上界。 面對歐洲紅魔比利時, 他們摒持著上界的風範。 驚人的鬥志令他們在一球落後後反先對手。 杜本潤一的單騎直進更加盡顯膽色。 可惜體力不知, 最終未能獲得首勝。 但他們也不是等了很久。 第二場比賽, 面對體型高大的俄羅斯, 利用長處以小打大禁區內精苗的配合, 杜本潤一一戰定江山。 拿到了他們世界杯歷史的第一場勝仗。 最後一場, 老大哥鍾田英秀是時候站出來了。 看關鍵一戰一錘定音鎖定出線之隔。 第二次參與世界杯, 不敗手名出線。 令世人都看到了日本隊的技術。 兩支主辦國攜手創造歷史, 首次殺入世界杯淘汰賽階段。 但去到十六強比賽的那一天, 當日的天氣再沒有晴空萬丈, 雨戰彷彿象徵著日本隊的劣勢。 面對身形高大的黑馬土耳其, 日本隊感覺上頭頭碰著黑。 鍾田浩爾沒有壓力的回傳送了國球出去, 也等於將一個黃金機會給土耳其。 他們憑著制空優勢先拔頭籌。 日本隊當然不會善罷金優, 但在比賽期間他們才發現, 他們的對手不只是場上的十一個人。 賽前的大雨令草地變得濕滑, 日本的空拳踢法差之浩尼, 謀之千里, 球速、跑動掌握都對攻方不利, 而三刀柱的秒絕不球被門尾擋去之後, 都好像象徵著大勢已去。 最終日本忍恨十六強, 教練都只能蓋探, 他能夠改善日本球員的技術, 但沒辦法去增加他們的身高。 最終只能夠遺憾在十六強出局, 不過日本的表現已經獲得世界的掌聲, 輸得光明磊落,總比偷回來的勝利好。 有時輸得好看比贏得醜陋更加有意義, 從零分榜尾到出線十六強, 萬象高樓從地氣, 認清差距, 努力向前奮鬥著不旁門左道, 大概這個才是真正的亞洲之光, 日本已經慢慢趕上世界頂尖的水平了。 體格上的劣勢,技術真的能夠彌補到嗎? 這一直是日本隊的難題, 日本零六年再次闖關, 他們帶著黃金中場線來到日本, 但面對著卡希爾維道卡基維爾澳洲隊的高空轟炸和體型優勢, 令他們在最後階段都獻得無能為力。 對著衛免冠軍的師傅巴西隊雖然一度領先, 但個人質素差距甚大, 外星人收拾了日本, 日本分組賽出局。 2010年江田武士再次上任, 日本隊回到防守反擊, 本田歸有成為這屆賽事的最大亮點, 如果沒有白人的身影, 黑人的爆炸力, 那就嘗試在其他方面彌補。 三球的情況未必每次都能預料, 但死球練得多總會有成果。 本田歸有和遠藤寶人的佛球令球隊早早領先兩球, 本田歸有靈機一足後腳過人, 加上精彩絕倫的團隊配合, 為他們在首帳對丹麥打下了關鍵一戰。 之後他們再打敗伊道奧領軍夏密隆, 在8年之後再次打入淘汰賽。 正當以為一切順利, 可惜面對巴拉圭的鐵桶陣, 日本隊一籌莫展。 無論他們怎樣走位配合, 在同場鐵壁面前好像都難以突破, 結果12馬落敗沒有方法再創其職。 2014年, 球隊更加好像原地踏步一樣, 再次在分組賽出局。 98-02年, 他們只是用了4年時間, 從包尾出局走到挺身16強, 但要再進一步, 好像遙遙無期。 到底在身形和血統差距之下, 日本的足球是開始踏入平台期, 還是已經難以找到新的突破呢? 一直未能突破的迷惘, 到底問題在哪裏呢? 日本職業足球水平再高, 都無法一個國家帶起整個亞洲的水平, 一下子要適應世界杯的強度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能輸出日本球員外流。 由2006年的23人名單, 只有5個人外流, 到2018年, 俄羅斯世界杯23人中已經有14個人, 踢近歐洲主流聯賽。 2018年, 日本隊再次出征俄羅斯, 身處於一個實力平均的小組, 但日本都沒有太過被看好, 日本在排面上好像都沒有什麼優勢, 而且, 世界杯的歷史中, 根本就沒有亞洲球隊在世界杯決賽中能夠打敗南美球隊, 但有時候想得太多就是失敗的理由, 任何紀錄都會有被打破的一日, 日本都已經不是適合來學習的小國, 狗手必失這個道理, 他們早就領教過了, 倒不如去令別人跟著自己的節奏吧, 找到大方向, 找到自己的獨特性, 日本球員的技術, 大腦和默契才是強悍, 一上場攻擊不備搶佔先機, 出其不意地偷襲, 搞到對方自亂震腳, 只三分鐘他們就成功令到對手情急之下化身門漲, 對手紅牌離場, 鄉村真斯先開紀錄, 不過哥倫比亞站穩震腳之後自然希望舊調重彈, 但日本隊怎會讓你故技重施? 斯文的禮熱留在場外面, 場內他們全土必震, 日本隊球員在經歷過歐洲球壇的洗禮之後, 對於如何面對身體對抗都已經有了心得, 然而不停地晚攻未能取得入球, 放虎歸山必有後患, 明槍二打暗戰難防, 哥倫比亞地球罰球的球過了八戒, 就是這樣哥倫比亞追成1比1, 難道這麼大的優勢都贏不到? 不是,日本隊並沒有放棄, 放棄才是真正的結束, 不可以給一個這麼好的機會流走, 頂頭槌身高不是最重要的, 時機才是, 大迫勇亞跳起頂入, 日本創造歷史打破魔就拿到開門紅, 第二場面對力量澎湃的賽奈加爾, 他們也繼續憑著反擊製造威脅, 場友友都第一時間控球在兩個人中間穿過, 乾貴是教材式地擺在台灣入軟柱, 整個進攻沒有一絲多餘的動作, 宏觀來看整個組織就像打機一樣, 時機分毫不差,天衣無服, 雖然最終他們都是被賽奈加爾撞散, 但日本隊以奇人之道還至奇人之身, 他們靠的不是力量而是斬球技術, 前掩後攻又如海浪一樣, 關鍵時刻八年前的英雄本田威又再次延伸拯救球隊, 追成2比2, 將出線的主動拳把握在自己手上, 賽後日本球迷還能夠跟賽奈加爾的球迷一起合唱海賊王的主題曲, 可見足球有時候不只是勝負, 當中你收獲的會比你想像中更多, 不過這個入球也都令日本隊陷入了尷尬, 最後一場面對波蘭,他們終於落敗, 不過與其說落敗, 倒不如說他們妥協吧! 在面對波蘭的時候, 哥倫比亞74分鐘領先賽奈加爾, 波蘭領先日本一球, 導致德塞球差一樣, 對賽往直雙方都打和, 最終他們要用紅黃牌去決定出線資格, 到底還應不應該爭取反敗為勝呢? 經歷過兩場比賽之後, 其實日本球員已經十分之累, 要攻入兩球, 反先波蘭又談何容易呢? 為了走得更遠, 他們決定妥協, 在最後時刻決定保持控球探慢板, 最終他們如願獲得出線資格, 但這樣也導致他們在國內受到極大的批評, 甚至當地的評述都用鬧劇來形容, 但難道這樣真的有錯嗎? 為了大局吞下敗將換來勝利, 一切都是因為他們密謀更大的計劃, 我還記得《火影忍者》中, 至來也說過一句說話, 忍者是只能忍耐的人, 今次的出線, 令他們成為北美洲和亞洲出線亞洲杯套太賽最多的國家。 迪布尼、夏薩特、努卡古很多人眼中, 這場將會是一場大屠殺, 但這個世界既然沒有必勝的方程式, 那就沒有必敗的比賽, 日本隊仰征速銳報下天羅地網, 他們要向世界證明實力, 無論如何都要打出一場無悔的比賽, 他們成功利用了努卡古不擅長成為支點的弱點, 在他空球時向他施壓, 令比利時的進攻板斧減弱, 以日代勞上本場手和對手, 成功完成計劃的第一步, 下半場站穩陣腳, 是時候進攻了, 比利時衛免夜長夢多, 傾巢移出, 就徵合日本隊二, 日本隊缺乏的是空間, 不缺乏的是創造力, 柴奇惡具備構想性直線, 原口元氣用假動作爭取時間, 最後一射破磨, 日本隊爆大懶先開紀錄, 軍心慌亂之際只是趁火打劫之時, 乾貴士在對賽內加以後再次亮出他的武士刀, 拔刀乾脆利落, 日本隊領先2比0, 勝利在亡, 體力奇蹟真的發生了, 既然有保險球, 或者應該等待一下浪費時間, 不是呀, 日本隊繼續堅持進攻, 因為在明顯的身高差距下, 死手只會被轟死, 這樣的話, 倒不如以攻代手, 不停進攻下, 反而對手會避忌更見優勢, 酸無為賊的情況下, 比利時深陷險境, 可惜, 謀事在人, 誠事在天, 吉田麻雅成功把奧卡古收入褲袋, 但馬天尼斯排出了真正的置點, 效力曼聯的空中霸王, 費蘭尼來了, 這也意味著日本隊的惡夢都來了, 一般的高空攻勢其實已經難不了他們, 但面對的費蘭尼, 即使放在英超都, 不見得有誰可以擋得住這位上半身的細衣, 狂轟濫炸下, 穿倒泳智, 少一失神, 一止錯, 滿盤佳洛索, 比利時追回一球, 日本失陷, 志氣洩了, 此消比掌下, 夏薩特擺脫, 傳出極高質量的傳中, 費蘭尼原地起跳, 非將軍從天而干, 將兩球的差距追成平手, 有見及此, 日本隊只能夠繼續進攻, 可惜, 始終未能夠過到古圖斯的最後一關, 臨完場前, 他們亦都在前半場得到一個佛球, 本田歸有上前處理, 弱勢的一隊, 是否應該等待加時呢? 但本田歸有心知, 體能消耗之下, 輸球只是時間的問題, 結果他決定放手一搏, 標準的落葉佛球, 就好像當年對著丹麥的入球一樣, 古圖斯只能夠勉強拍走, 日本隊得到過球, 自然是繼續攻他, 但結果就未能夠造成威脅, 直接就被古圖斯沒收, 日本隊傾巢移出, 迪布尼亦都響起了反攻的好角, 世界第一進攻中場的看家本領, 一個人推過半場之後, 把球傳給右路的隊友, 隊友第一時間傳中, 劳卡古一流, 同樣從後場追趕的槍子園, 來遲一步, 查迪利將球送入空門, 完成絕殺, 半小時前, 日本隊仍是勝券在握, 傾克之間跌落絕望的深淵, 但這個就是足球, 日本隊3比2落敗, 始終都未能夠突破16強的這個界線, 。 贏得了世人的掌声,不甘心的泪水都不自觉地流下来 这才是成长的捷径 你可以迂回地逃避,但要在30年里得到这么长速的成长 他们只能靠着不断地失败 不止是国家队失败,他们还要希望自己的球员失败 因为只有实践思考失败的原因 然后再利用日本人的想象力、创意、毅力 一切叠加上去才是成长最快的途径 多哈悲剧的最后30秒令他们无缘世界杯 比利是的最后反击令他们无缘八却 假如过到比利是的话,他们就能够挑战师傅巴西 足球小将的梦想,他们从来都没忘记过 可惜遗憾,但他们不会气馁 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交出所有 无必要为自己的努力道歉 因为这样太对不起努力了 这个就是日本队的信仰 今年的日本好像有很多不利的因素 但我相信一帮新人的接轨客 他们不是没有希望的 跟日本西巴牙争出线 教练森保一在选人上也都令人摸不着头脑 但我相信日本队都是能够有一番作为 这是因为我对他们斗志的信任 今天先说到这里 感觉上有点点离题 希望你们多多包涵 接下来这个月应该会不时见到我 希望你们都不会看到烟 如果想支持我的话可以考虑加入PATREON 如果喜欢这条片可以考虑PAYME支持一下 不是都希望你like share comment 订阅我们的YOUTUBE 我是Ryan 下次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